请先开控制探究讲义431页 我们继续这一章第四章第七节 等于是最后一段了 最后一个大段落 那最后一段主要是讲中问与中观 有没有 这边的课判就是中问与中观 这边投影机这边 四中问与中观 这些为讲座的科判 那中问与中观又分瓜无一 一直到瓜无四 那瓜无一是讲世俗名言是二 无决定性 就到这边 那看到是怎么讲 老师说引人转迷向觉 那就必须要以世俗地来说法 就是要以二地说法 第一个是世俗地 第二个是第一地 那依世俗地要怎么说法呢 后面就是重点 缘起无自信故空 那不是缘起信空吗 有没有 空故缘起有 那不就是信空缘起 可以这样看 缘起无自信 缘起是无自信的吗 那既然是无自信 我们就称作空 那简单讲可以叫做缘起信空 就把缘起跟信空连接起来 那接着讲空故 因为信空的缘故呢 那依着缘起 缘起的聚合 离善 那就种种的身内变化 所以空故 那就依缘起有 那不就简单地讲 叫做信空缘起 可以看上面 上面都有 这样 一个缘起信空 一个信空缘起 这样来记也可以 那这样两个部分的话 就把掌握了缘起跟信空 这两个部分 缘起是有 信空是空 掌握了空跟有 就是它不会偏于有 也不会偏于空 两边都坚固到 所以这个叫中道说 那这样子的中道说 中道说法 那么就能够善巧地成立切法 所以中文不是讲 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 有没有 就是这个意思 空一故 其实也是中道 也是中道说 也是中道义 空一就中道义 那空一中道义 那一切法都能够成立 能够成就 那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 凡夫 迷惑颠倒的凡夫怎么样 要远离一切的斜见跟边界 是不是 不然你用什么方法来 来破除我们的斜见边界呢 所以 这是非常善巧的一个教说 接着讲 不过世俗的名言是恶 恶的话其实就是相对 恶其实是多 其实它有时候同样一句话 它各种解释都有 是不是 各式各样的解释 会有彼此截然不同的 甚至矛盾的一种解释都会出现 所以世俗的名言 这些语言文字 它就是一个甲利的符号 那你怎么去定义 是不是 有没有 各行各业是不是都有 它的专门的术语 会有一些术语会重叠 有些资讯的术语 机械的术语 同样的字 它不同的定义 所以说是没有决定性 其实会看状况而定 明跟义内在的相对性 明有这个明所指涉的意涵 那这个义也要借由明来表达 所以明义它就是有一种 可以互相对照 那么在适应众生 随时随地 这样子时空演变当中 也不免会 产生一些变化 有不一样的意见 矛盾 对立等等 导致说那也是 世间的常态 世间的常态 世间常态就是变 就是无常 世间的常态就是无常 有没有 各学派 比方说大圣的学派 就是 从此是 这个佛法时期的学派也是 分裂成18个部派 20个部派 有没有 各自解读 各自表达 这样子 那各自解读 各自表达之后 就各自修 依着你所理解的来修 那当然也会 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成就 不是完全都不能达到 只要符合三法印 那大三要符合一时相印 那基本上这个之间就没问题 好 接着 那算是瓜无二 瓜无二的重点是什么 未离诸间故 说空 说空说有 这个空有的空是为什么 因为要破除对有的执着 他同时也是要破除我们这些 这些邪见 非正见 要远离这些恶见 邪见 边见等等 来说空 那虽然说空 那空也不可得 空也不能执着 这边又讲 一地一地 就地一地的角度来看 重使是空 或者无身 或者是 无所得 或者是法柱 或者是无柱 有没有 金刚经讲无柱身心 或者是法界 等等 那就是一个符号而已 问题是你要正道比较重要 但是正道之前 我们要先理解 那就是一个假名 这是一个符号 就是一个假名 并不等于第一地 这样子 第一地是 为正相应的 心形除灭 源于道断 不可思不可义的 所以 那个普贤和愿品 叫什么 物不失意 泄脱境界 普贤和愿品 那前面再加一个 大方广佛华言经 有没有 华言经里面的 这个普贤和愿品 就是四十华言 有没有 它的全名不是叫 物不失意 泄脱境界吗 有没有 物就是用入的境界 简称叫入法界 也可以 物不失意泄脱境界 要怎么入 依着普贤和愿来入 普贤和愿品 这样子 不失意泄脱境界 是果 那因呢 就是普贤和愿 就是这样 有因有果 你光是果 你要有方法入 这样子 如空以离珠见为用 空的作用是什么 就帮我们离珠见 离珠重的 这些细论邪见 但是假设着空 那就不是中 就不是中道 中就指中道 所以说空 亦附空 空也不可得 所以宝基金的普名菩萨会叫什么 宝基金是叫什么 不着空见 有没有 是不是 不着空见 牵缩声吻 或者坚通声吻的 宝基金 里面也提到这个 这个部分啊 空间不能执着啊 空意不空啊 那我们 我们的 这个金刚金 金刚金很重要 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因为很多地方都可以引用啊 有没有 这一段 就 众生九行乃性那一段 讲明心菩提那一段 就有三相并级嘛 有没有 知识众生 无辅我向人相 众生相的受者相 这是一段 接着无法相 又是一段 第三个 无非法相 所以 无我人中身受者 就是我空啊 无法相就法空 然后呢 这是什么空 空意空 就是空空嘛 有没有 空要 是不是这样 无我人中身受者 就是离开我相嘛 离我相的执着 无法相就离开诸法的执着 就得法空 一个是得我空 一个是得我法空 最后 无非法相 非法不是说 相对于法的那个非法 而是相对于 我法 第三个空 将对于我空 将对于我空 我法空 就是第三个空空 离开 对于我空 我法空 那个空的执着 叫做空空 要了解吗 已经有了我空 法空嘛 对不对 但是还有一个空 假设你执着任何一个空 那就不行 所以空 要依附空 这叫空空嘛 这样子 这一段 也要把它记下来 所以这边可以参考的资料也很多 好 我们看四百三十二页 那这又是另外一个 客观的另外一个 这个叫什么 观五三 在缘起极空的观形当中 应该随时擅脚的把握中道 有没有 缘起极空 就缘起星空嘛 那要观的是什么 就是观缘起 观星空 或者观缘起星空 观星空缘起 这些 那在这个观的当中 在我们修观形的当中 要把握的是什么 重点是什么 就是这个中道意 所以这边就接着讲 在缘起极空的观形当中 上面就有引这个经文嘛 有随时擅脚的 试得其中 前面的经文 前面大家再复习一下嘛 有引大品波尔经 还有大智多论嘛 好 这边就引大智多论 这边引了四卷 其中两卷是讲的是 中论 这是善说中道 有没有 这是不是四段经文 所以 等一下就开始解释了 观无一不就是善说中道 是中论吗 那观无二是 一者中道而行 叫中道行 那不就是中观吗 所以一跟二讲的是中论 三跟四讲的是中观 这样子 那我们看大智多论怎么讲 一是卷七十的解释问相品 这边 所以这是引大智多论的文 波尔波尔命连二边说 有没有 你把那个说圈起来 有没有 跟说有关就中论嘛 说中道 虽空而不走空 那你不走空要怎么样 你的因果 夜报要很清楚啊 未说罪福 虽说罪福 不生常 常见的这个邪见嘛 那也 于空 无所爱 就空有无爱的意思 就是说缘起产生的这些 有的现象呢 那跟毕竟空 这个信空意 是无爱的 空有无爱 因为罪福 还是很 宛然有啊 是不是 你照恶业 还想要得到好的果报吗 不会啊 想都不用想啊 我们在善业就有机会 而且很肯定的 善有善报嘛 恶有恶报 所以善业就有福报 恶业就有罪报嘛 是不是 所以叫罪 福报 罪是由恶业来的 福报不就是由善业来的吗 善业虽然是这样子 那也 他也是无自信的啦 他也不是 一直是这样 所以不应该生起常见 这个邪见 那这样子就 于空 这样子就是 兼顾到 空跟有的部分啊 因为善业是毕竟空嘛 然后缘起是如患有 这样子 缘起有 假明有 好 二呢 这个是卷九十一 解释照明品 这一品 菩萨诸二地中 为众生说法 有没有 是不是有个说 也是说 那就是中文的部分啊 不但说空 不但说有 那 为爱着 就执着心比较重的众生 说空嘛 来迫他的执着 为取向着空的众生 诶 你着空呢 那空不能着 那怎么办 你就说有嘛 那不管 有或者空 那这边是讲有跟无啦 有跟空 那都不能着 恶处不然嘛 不然着 不能着有 也不能着空 这样子 好 三 是卷六十一 是解释 随喜回向品 这边怎么讲 这边就讲中道行了 就中观的部分 有向是一边 无向是一边 离之二边 行中道 有没有 你把那个行圈起来 他讲行 不是就是要再讲中观吗 是不是 那中观行的话 也是不离开中道 而来观 所以这样子的观 就可以入这个诸法实相 可以证得诸法实相 好 第四 第四段 这是卷四十三 解释极善品 波罗罗罗罗面是一切诸法实相 诸法实相不就空相 这边讲 长是一边 那断 断剑也是一边 长剑是一边 断剑也是一边 断灭剑 离之二边行中道 有没有 此波罗罗密是一边 此非波罗罗密也是一边 是不是 此 四波罗罗密 此非波罗罗密 是不是一种 一种相对说 有没有 在波罗经都会解释 相似波罗密 什么情况是相似 波罗罗密 那个相似就是非 相似就不是 但是也不是说 完全不是 所以他就等于是 有这种对取的说明 所以 是波罗罗密 还是非波罗罗密 那你也要远离这两边 离之二边 行中道 是明波罗罗密 所以做一个整理 一二是为众生 说中道 一是什么 说有 那不应该生起常见 说空 那也不能执着空 那也不能成为一种断间 是不是 好 第二段 是对治众生的偏执 为着空者说有 为着有者说空 对不对 就是一种对治法 有没有那个五庭行官 这也是对治法 你不用小看对治法 其实对一般人来说 来自初学来说 那个对治法是很重要的 对治法就是说 直接针对那个部分 比如说多贪众生 因为就修不尽管 可以直接针对你的贪心 很有效的对治 多称重生 修什么关 慈悲观 有没有 对治 称心很有用 所以说 着空就说有 着有就说空 但是 也两边都不能再执着 对治了之后 问题解决了 烦恼去除了 就不能再执着那个法 所以这样子才是 善说中道 善巧的来说明中道 那三跟四这两段 是中道型 在般若形当中 般若的观形当中 有相是一边 无相是一边 无相是指空 那么四般若跟非般若 的一种分别跟执着 也都是一边 是不是 就是说在解说上 势必会这样子来区分 来分别 但是 这也是一个方便 因为你不能执着 那个四般若 或者执着 那个非般若 这样子 就是说 跟你讲有 和你不能执着有 跟你讲空 你不能执着空 就是这个意思 不若形是以不执着为原则 不执着为原则 如心有所取着呢 就是 纵使是善行 或者 观空 这个空行 也都是边 和非中 就是不正确的 不是中道 所以 有取着 不若形 就承着 什么 顺道 法 爱 神 但是顺着 道 是没错 但是 他爱着 那个法 那也不对 所以 法 爱 那就是 神 就是不熟 的意思 神 就是指不熟 这个 在教证 三十 大禀菩萨经的劝学评有提到 和名菩萨生 不是说生起一尊菩萨 或者生起菩萨的发心 生名法爱 就是说 神的情况是 在修菩萨行菩萨道当中 不守的一个情况 那是不守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生就是法爱 你只要有对于法的一个爱着 那就是这样子的菩萨行就不守 那进一步 对 生熟那个时候 有没有 那个肉还没有煮之前 不是是生的吗 或者是那个菜还没有煮之前 是生的菜 生菜沙拉 有没有 那煮了之后就熟 熟代表什么 熟代表你不煮 没有法爱 身就是有法爱 底下他有解释 生名法爱 那他进一步问什么是法爱 那就举例嘛 对五脸的一种 取着嘛 色是空 因为你 受念着你就是有所取着 这个色是空 有没有 那现在 另外十一脸也是 五脸是空 是没错 但是你执着这个空 那就是生 四名菩萨摩萨 顺道法爱 生 有没有 就是不守的意思 那么 在经典里面也批语 如杂毒食 就是夹杂毒药的那个食物 这个食物本来是可以 吃进去的 有营养 但是你夹杂毒药 那就不好了 就不作用了嘛 是不是 所以很多 现在很多食品 他都加一些什么 这个调味料 那个调味料 那个 都是化学品 这个也是问题 所以都要注意 因为越自然越好 可是有时候 他为了保存 为了防腐 他不得不加 好像也是 所以防腐的食品 最好还是注意一下 杂毒食 所以要行大圣 你看 他的标准是很高的 首先要有升官的基础 然后再去行广心 那个菩萨行 才是真的菩萨行 也才能够广 也才能够深 那你对圣生意 都没办法掌握 这个 知道不执着 但是偏偏执着 是不是 遇到境界都放不下 那就不行了 你标准还很远 最后就提到 怪物三的最后这边 佛所开示的卸托道 比如说这三卸托门 空 无向无作 这边是举无所有 阿含经里面就指出来 有的 有的女修 无所有心解脱 或无所有心三昧 或无所有触定 无所有三昧 有的能够正得解脱 就是你会得解脱 另外有的就怎么样 他就染拙 染拙就不得解脱 但染拙什么呢 染拙那个定 定的境界 那个定 热的境界 禅定有禅定的热 喜乐的境界 不过有些可能 也不一定有喜乐 可能就是那个境界 有没有 到了四禅天以上 他就离喜 那个叫什么 离生喜乐 定生喜乐 离喜妙乐 舍念清净 到了四禅天以上 也无喜无乐 但是还是有 那个境界在那边 他可能会执着 就对了 是不是 如果你修 无所有触定 那么就生在 无所有触天 如果你如果修 无想心三昧 那会得解脱 就解脱了 因为假设 不得解脱 就生在无想天 就是分享 会变相出天 这边 最后 关无事做一个结束 就是中文跟中观 那么这个部分的话 应该要看哪里 比较清楚 就是之前我们讲过的 那个什么 中文经论 中文经论的第四章 就起到 中道的方法论 那第一节 他就提到中观跟中论 有没有 我们先大略看一下 土师就先解释 中观是什么 另外再解释 中论是什么 有没有 古德说 存之于心 是观 土之于口 就是论 其实包括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的部分 就是论 那观就是 行 用行的这个部分 观行 观其实就是 跟定跟会有关的 修禅定 修智慧有关 所以不管中观或中论 都是必须 有掌握的就是中道 这个对象 其实归根结底 就是要掌握中道 在观的当中 或者在论的中道 他们都会掌握到中道 用观察的方法 去观察中道 就是中观 有没有 观察 用论证的方法来 论证中道 就是中论 其实两个也都有相关 也就是说我们 照着次第来 应该是先学中论 你才知道怎么去观 是不是 在次第应该是 先中论再中观 这样子 所以中观与中论 同样是 去证得中道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 透过中论也可以证得中道 中观也可以 其实到那个阶段 应该是两个就是一题了 所以 不管是观察或论证 不管是中观或中论 都不能离开中道 这个所谓最高的真理 最究竟的真理 不能凭自己的情见 去观察论证 你不能靠自己的意思 是不是 你爱怎么样 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爱怎么观就怎么观 那你就不用学了 你就不用来上课了 你就不用轻重上知识 是不是 所以这边就提到 观察于论证的法则 就是中道 那诸法 一切法最高的真理 就是中道 那这样子的中道 它也一定是符合这个标准 这样的中道 是本有的 我们称之法性 它是必然的 我们称之法助 它是普遍的 我们称之法界 有没有 是不是 因为要符合这个标准 我们就是要顺着中道 来观 来论 来发现 证得这个真理 所以离开中道 就没有所谓的中论跟中观 但是离开了观跟论 那也没办法去证得中道 去体验中道 是不是 所以这是我们中文学 所以必须要注意的 其实是积蓄的 好 那我们回到四百三三页 这边怎么讲 原理方法是有准则的 但还是世俗 还是落入世俗地 那是否能够善角式中 那就是这句话要注意 运用之妙存呼一心 那这个就 理上要掌握 但是实际上操作的时候 你在运用的时候 你就是要去慢慢 发现他的一个 一个重点 所在 一个善巧的所在 因为每个人跟气不一样 是不是 有的很快 有的稍微慢一点 有的可能几个步骤就好了 有的要分好几个步骤 这样子 你要自己去拿捏 去调整 选者应该注意 佛法的实践性 不只是中文 而更应该是中观 这样子才可以 就是还是要落实 不是口头上 或者文字 语言上 可以就 就认为是搞定了 是不是 没有那么容易 你要真正进入实践的阶段 才能够正悟 所以这边就讲出这个重点来 好 那我们就进入第八节 最后一节 第八节呢 它的标题是什么 第八节的标题就是如幻 那么这样的如幻 要表达的是什么 表达的是缘起 因为 龙树问 有没有 中文 不是讲 中英缘身法吗 不是缘起 从这边来切入吗 我说极是空 意为是假明 意是中道义 所以 还是归到这个缘起 那这样是什么样的缘起呢 它是极性空 极假明 的缘起 有没有 这样的缘起 是极空极假 就是极性空 极假明 也是 空性 也是假明有 这样子的缘起 那用简单的一个 来表达 就是如幻 也就是用辟语 我们假设说 因为你 举个比喻 来看看 来听听看 那我们就用 如幻 如画 等等 这边有十个 都可以作为比喻 你能够举出 这些比喻当中 一个或两个 等等 都可以来表达 这个缘起 表达极空 极假的缘起 有没有 假注意 不是有十个 十个 十个比喻吗 我们往下看 有没有 有数过 你就一个一个 去标嘛 第一个是幻 第二个是愿 第三个是水中月 第四个是虚光 第五个是响 第六个是前奥国臣 第七个是梦 第八个是影 第九个是近中相 第十个是画 那最后一个画呢 其实 前面也可以加一个幻 或者幻画 它重点是画 就是神团变化的意思 因为有时候 它 它会讲说变化 或者幻画 那第一个幻呢 是指魔术 魔术师 所变化出来的那个像 那最后一个画是指 比如说 佛 或者这些菩萨阿罗汉 所神通变化 就是有神通的阿罗汉 或者菩萨 或者佛 当然没问题 那菩萨有神通 哪支阿罗汉都有啊 那通过神通 所变化出来的那个东西 叫做画 这样子 那也是虚幻的嘛 好 这边 第一段呢 第一段的科班是怎么讲 波友经与中润 都同样用如幻来批于一切法空 有没有第三章 波友经的空 最后一节第九节不就是叫什么 法空如幻 你问一下 复习一下 那这样子法空如幻 它要讲的是什么 它要讲的是什么 跟这边《荣书论》的如幻 讲的不太一样 稍微有些不太一样 但其实我们看三百四十页 我们复习一下 简单复习一下好了 就是下面 讲义三百四十页 有没有找到 导师这么讲 统观波友经义 它的重点是什么 极一切法而超越一切 那极一切法不就是缘起吗 超越一切不就是 就是性空吗 那不离一切也是缘起吗 那毕竟空 意思就是说 一切法空 一切法就是代表缘起 那空就是超越 毕竟空即 但是表示这个 表示无神法忍的一种圣神的体悟 涅槃的圣神体悟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回到四百三十四页这边 这边有 他虽然科办是这样 但是我们要看底下的解释 也就是底下的解释 中文除了用如幻来表示空之外 还表示还表达什么 如幻有 就是说 他兼顾了 两边 他跨两边 也就是说中文提到的 在中文里面出现的这个如幻 不是在波罗心出现的 指的是批语一切法空 跟一切法的这个假名有 我们直接翻到四百三六页就很清楚了 有没有 四百三十六页 有没有看到前面两行 第一行的后面 所以一切法如幻化等不但是批语空 一切法空 也是批语四处有 有没有 空跟有都可以接着这个如幻等等 这几个批语来表达 中文在破意子之后 没举批语来说明 就是破意子就是破邪嘛 最后是一遍证 是不是这样 那这个险证 它是怎么样来表达 我们就稍微看一下 显正 其实 你可以直接看这边好了 直接看 其实这边就可以了 四百三十五页 下面不是有三个寄送吗 我们看第三个寄送 诸烦恼即业 作者即果报 皆如幻与梦 如言亦如想 有没有 当然就是用这个批语来做一个说明的 那来说明什么 说明空跟有 来批语这个空跟有 同时批语两个 也可以批语空 也可以批语有 好 我往下看 批语是佛法教化的一种方便 不是有 法具批语经 百育经 有没有 我那天才去请一本百育经 那个 三民书局的 我今天三民书局 他们整理的那些蛮不错的 我除了百育经 我还请 请了好几本 文物结经 画画经 还有包括财宁宝训 因为古道的著作 佛经 或者是古文 都是文言文 他透过这些学者专家 他把它翻成白话文 那就很方便 其实大致上的意义 意义都可以掌握了 他的一个意思都可以掌握了 当然真正的意涵 透过这些主持大德的注解 或者是这些大德们的解说 那是更清楚 但是基本上 要克服这个语言的障碍 那是很方便的 那是很方便的 所以这个都可以当参考 因为他都帮我们查得很清楚 但帮我们查得很仔细 但那个名相 那个生字 那个很尖色的文字 语词 他都帮我们查好了 很方便 所以佛法教话当中 有善巧的评语 这边都是又举 大品波尔经 这边有四个评语 幻等四个评语 从如幻一直到如幻 有没有 那么接着 中文当中 也是依据波尔经 说如幻如幻这些评语 那 就说中文的意思 是认为 波尔经说这些评语 是为了表示一切法空 一切法是空 是无自信的 比如说中文的卷士 这个是在第23品 关颠倒品 所以你可以标23之8 23之9 就是说这一品的 第八个计算 跟第九个计算 你回去查就很方便 对吗 四身相略处 即法体六种 就是四身相略处法 这六层 皆空如 盐目 那这六层 一样是无自信 都是空信 那这个空信用什么来批语呢 就用杨燕 跟这个孟 还有 前套婆尘 有没有 他就 就用了 十种批语当中的 第二个 第七个 跟第六个 如是六种中 何有进不进呢 不是绝对的进 也不是绝对的不进 犹如幻化人 那不就是第十个批语 有没有 如幻 亦如进中 像是第九个批语 所以你看 中任的这个计算 就用了五个批语 二七六跟十 还有九 四等乐成 可总是众生所知的 一切法 在众生先进当中 这一切似乎 确实如此 其实是虚狂颠倒 而并非 平非 是真实的 看起来好像是真的 其实是 不真实的 这是被批语为 如阳燕 第二个批语法 如浪 第七个批语的意趣 这些批语是 批语一切法 空 无知性 也是批语 假名有的 所以 你要在这一线的下面 写一个 义批语 假名有 这样就更完整的 这样了解吗 就是四百三四页的 最后一行 最后面 它不是说批语 一切法空吗 你再接着讲 义批语 一切法 就是义批语 假名有 这样就可以了 一切法的生意 生意地 当然是毕竟空 这世俗地 当然是假名有 这两者都有批语到 空有都可以批语 好 我们跟四百三十一样 那就是 开始说明这个意义了 他先讲结论 然后再讲 为什么会这样 好 那 这边就提到 不空论者 不空论者 他怎么 他们怎么认为 不空论者认为 幻化式是空 幻化者不空 就是幻化的 人不能空 而幻化的人 所幻化的事情 那是空的 所以不光论者 对这个 批语的解说 在无始观习的意识当中 虽然多少次 都是虚假不死 但是总觉得 这个假的 这种种种的假象 一定要依着一个真实的东西 必须依实力假 那么对这些批语也会这样子来解读 来解说 比如说 这个幻化 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幻化的那个人 就是幻化者 一个是幻化者 所变化出来的幻化式 这两者 那么不空论者以为幻化式是虚假不实的 这是当然的一个道理 那能够幻化的那个人 就是幻化者 不能没有 也会假必意思 所以对幻化欲 也就解说为幻化式 这个进是空无所有 那么能幻化的那个人 这是心嘛 心是不空 所以这个叫做 进空心有 或者叫 尽无心有 心有尽无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维持学派的一个观点 那但是第二个阶段 连这个心也要 也是要光空 是不是 好 其实 怎么讲 波友经与柔树菩萨 不这么解说 我这边同时就取中文的 这个观念品 第十七品 所以这三个寄送是这样编 十七支 三一 十七支三二 十七支三三 所以是第十七品的 三一三二三三这三个寄送 那三四一个寄送是讲什么 如是均神通所做变化人 如是变化人 复作变化人 就是 世均 我们佛陀 然后他 他可以做 变化一个人 那变化人 再变化一个人 就有两个 两个变化人 第一个变化人 我们看第二个寄送 初变化人 就第一个变化人 是称作作者 那变化人 所做的那个人 或者是 不管变化人 或变化事都可以 那称作业 那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诸烦恼即业 就是第二个 变化出来的人事物 那作者 就是第一个变化出来的人 结果报就是指这个人 皆如幻与梦 亦如言亦如想 好 我们把这一段解释文 从变化人 再起变化人的批语 只是为了说明 能幻化者 云首幻化事 有没有 所以幻化者上面写一个人 幻化事 旁边写一个法 是不是一个人 一个法 一切都是幻化一样 二者 既然都是幻化 那表示都是非实 不管幻化的人 幻化的事 那个法都是非实的意思 幻化的批语 是批语众人所生法 就是一切法 一切都众人所生法 一切法是缘起的 所以一切法如幻化 就是表示一切皆空的意思 好 我们这段课就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436页 大致多论对幻化等批语的一个解说 空是无自信的 那同时也是假名有 就是说空的意思不是没有 它是代表无自信的意思 那既然是无自信 那就是缘起 是不是 无自信就一定是缘起 有自信就不是缘起 所以无自信 那既然是缘起 那不就是假名有吗 或者叫如幻有吗 所以一切法如幻化等 不但是批语空 那也批语有吗 就是生意 生意空 生意毕竟空 世俗假名有 它同时批语空跟有 那我们看大致多论 它怎么解说 这个是在解释初评 有没有 它是用前34卷 不是说解释第一评吗 是不是 是实意为解空法固 诸法向虽空 亦有分别可见不可见 有没有 为什么要 现在荣素菩萨师在解释大品波尔经 它说大品波尔经里面的这十个批语 它是要做什么用 它就是要让我们理解 这个空 理解这个 性空 理解空性这个法 那怎么理解 那怎么理解呢 那就是用意解空来 来理解这个 难解空 因为用批语比较容易理解 我们跟 这个同言这边 换的话水月 水中月 这边有没有 养燕 有没有 古想 这边有一个想 想是在第几个 第五个 有没有 这都是十个当中里面的 那这些批语呢 是人类所共 共见共闻的 就是说 看是看得到 不是看不到 或者感觉得到 所以叫共见共闻 我们见闻绝识都可以 那 所以是比较容易去了解 它的虚妄无自信 所以这个称作易解空 那么 比如说波尔经 等等 就精准 就是精准用这些 来做批语 来批语什么 来表示什么 来表示运触戒 对 难解空 因为你要讲说运触戒 它是空 但是我们不空吗 用这个来批语 那就比较容易理解 用这个 幻幻水月 来批运触戒 等等 一切法 因为有时候不容易体会 你说好像有 有种一空 一解空 来 让我们理解 这个难解空 有没有 诸法相虽空 就是说 当这圣意地 是空 是无自信 但是这世俗地 这明明就可以 可见 有就是不可见 有这种种的分别 譬如幻化的像 种种的这些 变化出来的 魔术是变化出一只像 一只马 你知道都是不实在的 但是还是一样 色可见 深可闻 还是可见可闻的 那跟六情相对 不相错乱 就是 当我们的六情 又跟对 这个六境的时候 就是 见闻觉知 就是清清楚楚 明白的 明白的 不会错乱 诸法亦如是 虽空 而可见可闻 所以 虽然是 性空 但是 世俗 它是可见可闻 所以叫世俗有 所以 所以空而可见可闻 就是包括空跟有 所以 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不相错乱 就是世俗有的 那个部分 是不会错乱的 也不应该错乱 好 第二个 而这边 第二段 也是一样 到这多人的文 诸法虽空 而有分别 虽然 生意地是空 生意是毕竟空 那但是 在世俗上 还是需要去分别 那 就是 有难解空 有利解空 就是 就我们 世间一般人 所能体会的 比较容易体会的 就称作 易解空 比较难以体会的 就叫难解空 经语 画画等 易解空 来比喻 跟进式等 难解空 有没有 跟进式 或者是 运出界 这些比较 不容易理解的 空 有人之实力 是 狂惑 而目法 不知诸法空固 以此实力 遇诸法 若有人于 实习义中 心酌不解 种种 难论 以此为有 那么 是实习义 不为其用 因更 未说 于法门 就是说 假设你 透过这十种 比较 你还没有办法 去体会 或理解到 这个难解空 的时候 这十个 批语就 对你来说 你没有作用 这时候就 换另外的 讲法 这样子 好 那董事 怎么解释 画画等 批语表示 一切法 是无自信 是空的 但是在 世俗地当中 可见可闻 是不会错乱的 所以说 不会错乱 指的是 世俗地 那么在 世俗法中 因果 善恶邪正 历然不乱 是不是 就是如是因 如是果 那善因 那叫善果 如因叫恶果 那邪的因 那叫邪的果 那正的因 自然又正的果 是不是 但是要分 要分善恶邪正 那也是一个 一个问题 你怎么分善恶邪正 是不是 怎么分 这我知道不是讲了吗 那怎么讲 心静 或不静 利他 或损他 有没有 从心来看 清静 是善 不清静 就恶啊 能够利益众生 是善 损害众生 脑害众生 那不就恶吗 但是问题是 怎么样 大家知道都知道 但是 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就是你是知道 但是你不能 因为你有烦恼 你有习气 你不一定能够落实 你能够选 你就是 你知道 但是你不一定会选择善的 或者正确的 不容易 所以 利然不乱 那不坏世间法相 四百三七页 在世间所知 这些法当中 知道有些是空 无有实在性的 比如说患悦等 但有些是不容易知道 它是空 所以说 易解空 就是世间疲力 而比喻难解 难解空 你虚无不实 所以你看 《披育经》 《法剧披育经》 等等 也是蛮有意思的 它就一个一个故事 《百育经》 它有100个故事 应该是98个故事 包括前跟后 交起来就100段 百育 那个故事 都没有意思的 就是会心的一笑 好 批育应该理解说 批育者的意趣所在 所以对于那些 第一个情况 有人没有患思而有患者 没有梦境 有梦心 这是一种情况 好像维师学派 会有这种认为 他认为患思 确实是虚幻的 但是他认为患者 患者其实是对应这个心 然后患思是对应这个 梦境的那个静 有没有 没有梦境 没有梦心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有的以为梦境也是有的 他认为那个梦境是实有 但是那个实有的梦境 只是一种错乱的有 他认为那个是有 那有部比较会有这种思想 有没有 教授六不是大笔波杀路吗 就是这个 就提到有部对梦的一个看法 老师就帮我们整理 但是有些学派 梦境也是有 只是这个有是错乱的有 所以这些都不能体会到 说辟语者的用心 那么就只是在文字语言上 这些做一些分析 或者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辟语也就没有用 所以说这些辟语就失去了 原本的用意了 这些辟语应该是辟语可以引导到 空光有的如幻 都不实 一切法都空 都不实在 那你却认为 有的实在 有的不实在 那么这些辟语对这些人来讲 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就是第三个讨论到 一切法如幻如画 或者是说一切法 就是某些法是不如幻如画呢 好 各位文艺就讲到 卫星学菩萨的一个讲法 的方式是怎么样 就是不如幻如画 就是内藩不如幻如画 一切法如幻如画 也有不如幻如画的吗 那一切大品波尔经 也是有这个部分 一一经文 可以这么说 但是这样的讲话 提到 有些是如幻如画 有些不如幻如画 这样子不如幻如画的 一切讲法 是不了意的 这边就举大品波尔经 就有提到 这个部分 大品波尔经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 大品波尔经的如画品 这已经是 蠻后面了 好像有90品 它是第87品 它是怎么讲 从这边开始看 修徒提摆佛言 世尊是出烦恼断 从出国之后就有断烦恼了 有没有 出国一直到世果 然后包括辟知佛 等等 那这些断出烦恼习记 是变化吗 那么佛教徒提 假设有身内 就是变化 有身内相 就是属于变化的 那 修徒提再问 世尊 何等法 非变化呢 假设那个法 是不生不内 不够不正 不正不减等等 那就是非变化 那修徒提再问 何等是不生不内 非变化呢 不狂向内盘 是否非变化 有没有 这边就从这边 开始引这个经文 有没有 内盘到底是非变化呢 那么 世尊如佛自说 诸佛平等 非生人作 非辟世佛 非诸佛 无家作 非诸佛所 有何诸佛 诸佛现场空 有没有 现空即是内盘 原来言 内盘 一法非无方 不够说不定 诸佛平等 非生人所出 乃至 都这边 但是 对于心拉育菩萨 假设他 他听闻到 一切法 毕竟空 那包括内盘 也都是毕竟空 也都是如幻如画 那他可能会 会有所 心里的一种感觉 会有所进步 所以说他没办法接受的意思 他没办法接受跟认同 怎么会 我们不是要正得内盘 得解脱吗 怎么我们所正得的 内盘跟解脱 也是如幻如画呢 也是毕竟空日 所以卫世心发育菩萨故 分别生灭如画 生灭的部分是如画 不生不灭的部分 不如画 有没有 就是不如人不如画 这样子 最后就是接到 那个常提菩萨那边 有没有 那修毕竟在问佛陀说 原来教心发育菩萨 让他知道心空 那修毕竟 那佛就问 修毕竟 诸法本有今无吗 接着怎么讲 接着就是常提品 也就是佛陀用 常提菩萨 求波尔波尔蜜的这个故事 来回应 修毕竟的这个问题 这样子 整个教心不应不上 的波尔波尔蜜 好 我们跟四百三十八页 好 等是解释 生命法是人化的 不生的 那是不人化的 就是内盘 那大圣的经典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但是 但是在心学菩萨 所说的不了意教 重点在这边 什么是心学菩萨 什么是心学菩萨 不是有分出发心吗 出发意 这边是讲心发意 导师这边说是心学 其实心学又比心发意 出发意还更近一步 就是说 他除了发心 发意 发意就发心 除了发菩提心之外 还有开始学习 开始学菩萨行 开始慢慢修菩萨道 就是初学 初学就称入心学 相对于初学 这个心学有个久学 有没有 那么你对于九学 那就不如这么说了 对于九学应该怎么说 内盘就下面这一段 内盘也是如画如画 无实地说 一切法平等性 法法都是一样 都是平等性 都是空性 自信常空 因为性空就是内盘 内盘当然也是如画的 是不是这样 既然是性空 内盘也是性空 因为这些法都是性空 包括内盘 内盘也是一法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内盘真的是 也是如画如画 第二品就提到 我们的讲序八 过如一样 是不是 最后 有没有 朱天子言大德 修理的意说 内盘如幻如梦也 修理的意说 事父有法 过如内盘 我意说如幻如梦 朱天子 幻梦 内盘如如别 有没有 这是这一段 这一段就已经最后了 前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修理的跟朱天子之间的问答 好 所以 懂事怎么讲 一切法性空 一切法当然就如幻 因为 以偏域的角度来看 就用如幻来做代表 就是一切法空 也可以 说一切法如幻 那把它并起来 不就是法空如幻吗 那这样子的法空如幻 就是波罗法门的究竟书了吗 这个我们在第三章 最后一节都讲得很清楚 是不是 好 最后一段 这边最后一段是讲什么 说有为自信 跟无为自信不同 有没有 意就是不同 你把那个意圈起来 就是 有为自信 意 无为自信 就表示有为跟无为不同的意思 另外一个主题是什么 不理有为而有无为 到底是有为跟无为不同 有为就是不同 后面不理有为和有无为不就是同 有为跟无为是相读的意思 光明 为新学者说有为自信 有为有为是相读的意思 那也是对新学菩萨所讲的 这个不良意的一个说法 一个讲法 这边这句大品波罗经 卷实法称品 来看 原来有为有为出相 就描述有为 有为的法相 什么是无为法相 就开始描述 若法无生无灭 无处无尽 相对的 是不是 就是会有一个相对的说明 对举的说明 假设无为是无生无灭 好了 那有为是不是有生有灭 那假设无为是无助无益 他就 有为就有助有益 无为是无够不够不尽 那有为就有够有尽 是不是这样 那无为是有生无减 无为是无生无减 不争不减 那有为就是有生有减 就是这样 所以 那就是这样的说明 原来有诸法自信 诸法无所有信 是诸法自信 是原来有诸法相 那么导致说 分别有为 法相或者法信 以及无为法相 或者无为的法信 那么 无为法信不就是诸法自信吗 就是一切法的这个实相 就是这个生意自信 有为法外 别利 诸法自信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生不尽 那不是 生意自信吗 就是入中论讲的生意自信吗 就是说在有为法之外 另外利的那个无为法 或者所谓的生意自信 那就是 那当然有为跟无为就不一样了 那接着讲 究竟说应该是怎么样 不有经或中认的究竟说应该是怎么样 不离开有为法 而有无为法 不离开有为的自信 而有无为的自信 不离开有为的法相 而有无为的法相 不离开有为的法信 而有无为的法信 简单讲就不离有为 就是无为的当下 你能够体会他的实相 有为的实相就是无为 那这篇导师是大致多问 卷59来做一个解说 大致多问卷59怎么解说 对平不为经呢 有为善导师行处 无为善导师依止处 就是虽然它属于有为法 但是是有为法里面的善导师 但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最终行出 我们应该去行的 要激光累得 但是无为法的部分 是我们所依止 就是我们需要去正德的那个部分 最终的标的 最终极的目标 最究竟的真实 就是称作医子处 于无际法或者不善法 那是不是要舍离 有为的不善法都要舍离 那无际法 你把它归列在这边 所以舍离会不会说 此事先发意 不上数学 你要 那个关键就是先发意 你要把它圈起来 接着 略得波尔波尔密 方便利 应无声忍 就是说 我们修学波尔波尔密 那 已经有了光夫 能够正德无声法人 那就打破了这个差别 那要怎么样呢 不爱行法 就是不染着这个善法的这个行 这个行法 不争舍法 纵使是不善法或者无际法 你也不会愿理或真误它 不能有违法 而有无违法 事故 不依止内盘 有没有 本来是应该依止 所以这边 也就是不依止的意思 就是对于入法也不足的意思 这边就做一个表 有违法 有违法当中有这三种情况 善法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所以这是行处 不善法 有违法当中的不善法 是因为应该舍利 那无违法也不过这里面 也是应舍利 那无违法呢 相对有违法的无违法 那是不是我们的意识处 但是 其实 到这边为止 都是为心学 或者心观的菩萨讲的 那 如果是对于久学 或者是无声人的菩萨怎么讲 行处的部分 也不能爱卓 因舍利的部分 也不应该 憎恨或憎恶 不需要厌恶他 那 死法也一样 就是 死法包括两个部分 不善跟无忌 也不需要去厌离 或者是去厌恶他 那么 医子的这个无违法 那也 也不需要执着 对于说 一样 因为内盘不可得 一切法不可得 一切法性功 也有什么执着的 最后结论 佛为引导众生 说 以二地说法 二地是什么二地 主地 四一地吗 一 以四足地 一 二 第一地吗 有没有 所以中文 我又会把它背下来 诸佛一二地 为众生说法 一以四足地 二第一地 好像是这样 再插一下 所以 一二地说法 确实是应该 用一二地说法 像我们就跟人家 分享佛法 也是一样 大家要掌握这个原则 比如弄了老半天 没有讲到真地去 你要会归到真地去 第二地去 其实就是会归到三把印 也可以 有没有 你讲了讲的都要倒归到无常 讲了讲的都 倒归到无有空 这就对了 总的讲 倒归到泥盘其境 比如扯了半天 都是在 在四足地一直绕 第二地很可奇 那么一的地说法 说此属彼 比如说说生死于涅槃 说有为无为 说原起于性空等等 所以 其实 应该是怎么样 有为就是无为 生死就是涅槃 原起就是性空 不是讲 色即日空 空即日色吗 色就是原起 所以原起就是性空 空即日色 所以性空就是原起 是不是 性空也不能违反原起法 你们都可以违反原起法吗 是不是 就是专门所说 专门所说 只死无自性的如幻原起 就是性空 就是空心 那 也是假明嘛 是 所以假明的下面 也写一个有 所以 那不是 极空即有吗 那这个是 那这个是波鲁法门 或者我们讲中观 法门的一个究竟说 也可以啦 是不是 那两个都坚固了 所以 这边讲 如幻 如幻原起 不是我们这个标题吗 如幻 其实它就是要 批评那个原起 那是什么样的原起 那是极空 极甲 极空线极甲明的那边原起 也就是说 这个原起法 它极空 极甲 那当然也是集中 那怎么让人家了解 那就用如幻这个批评 来让大家了解 就是 就是很善巧嘛 好 这个部分呢 老师请教一下 无为法中间有这个表 有为法 无为法 无为法 是依止处 然后一个箭头 不依止涅槃 不依止涅槃 是等于是 不死 就是等于舍涅槃 不是 它不依止涅槃 不住的意思 不住 不住着 一样是要趋下涅槃 但是又不住着于涅槃 对啊 因为讲了半天 涅槃也是如幻如画 那你怎么 有什么好执着的 是不是 老师请问一下 那三十八月第二点的那个道士第二 射付有法过于涅槃 他就是过于是指哪方面的 他假设的 他假设的啦 就是假设有一法超过涅槃 因为他前面讲说涅槃如何能骂嘛 他说 还有一法比涅槃更高的 也是 他只是一个假设啦 他只是一个假设啦 日版已经是最高了嘛 但是 它其实就是一种强强调的意思啦 强就是强调 加強引氣啦 好 我們這次就到這邊圓滿 加強引氣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